金星可以说是一个充满传奇的人了 他有梦想并且勇敢地追求自己的人生 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 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受任尊敬的舞蹈家了 之后更是担任过很多节目上的舞蹈导师 只不过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他的口才了吧 金星在自己主持的节目上出言犀利见解读导 每次观看他的节目总觉得能够让人学到很多东西 而且在他的节目上也会被邀请到很多明星 金星对这些明星们也经常会提出一些很私密的问题 因此我们也经常能够从他的节目上了解到一个明星私底下真正的样子 金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敢于追求自我的人吧 他并不在意外人的眼光 只是勇敢地追逐自己想要的东西 后来他更是遇到了汉斯 这个真正被金星身上的气质拥味所折服的男人 两个人一直互相欣赏互相爱慕 如今还领养了孩子 获得非常幸福再加上事业上的起色 如今的金星可以算得上是圆满了其实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还是非常不接受他的 并且还经常在网上对他进行语言攻击 但是只要熟悉金星的人就会知道 他对人生有不同的感悟 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的身上充满了自信的魅力 虽然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金星 但是还是有不少人对他存在着好奇和疑问的 还记得有一次 朱丹被邀请上了金星的节目 两个人在节目中也是相谈 甚欢聊得非常愉快 但是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这个时候 朱丹突然发问 很多网友都想知道 你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 在节目中当场向金星求证性别这种事情 可以说是非常不礼貌的 当时的气氛就有些尴尬 观众席上座着的观众们都安静了起来 虽然说金星一直过得非常自信 但是突然被人问到 这样一个问题心里也会不愉快吧 只不过他还是非常霸气的回应了这个问题 他仅仅说了四个字 但是却令全场掌声雷动 他说我是人生 四个字说出了他对人生的追求和自信 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如他这般洒脱 其实社会上大多数人都有自己心里追求的东西 但是大家都害怕周围人的目光 因此都害怕去追逐那个真正的自己 其实金星选择变性在现代人眼中都是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 更何况是在那个年代的一定是惊世骇俗的吧 但是他并没有退缩他活得洒脱自在 可以说他活的就是自己的人生 只不过不少朋友猜测出单之所以有这样的疑问 也是为了揭露效果吧 毕竟他做了多年的著名主持人 谢谢大家